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终以作品加现场加唱功的三文议题告诉更多人 会唱歌的周深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手 另外 采访中有谈到生命哦 来看看周深是怎么形容生命的呢 我觉得他们跟我一样分人 他们在陌生场合的时候他们也非常设控 但他们就见到我的时候就非常热情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热情以及他们的支持 会给我很多信心和很多安全感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 谢谢他们吧 就是因为很有可能那种状态对他们说 一开始是非常非常不适应 或者甚至是有点挑战自己性格的这样一个行为 但他们觉得能够帮助到这个小男孩 现在有人叫自己小男孩 帮助到这位成年男子 更喜欢能帮助到他 鼓舞到他 他们就愿意去这样做 所以如果有什么 我可以去给他们力量的事情 我也可以去做 所以我就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地唱歌 然后可以有更多好听的歌曲 陪伴着他们 只要你在我都在这儿 见生迷也会紧张吗 见生迷非常紧张 因为每一次的相见其实都很不容易 尤其是生迷们 或者是歌迷 每一个愿意来促成这一次见面的人 他们都是去在自己的宝贵的时间里面 挪出了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并不是简简单的见面 那么两个字 他可能有外地来的 然后他们要买票 然后订酒店 或者当地来他要把自己的工作 或者是把自己休息的时间挪出来 所以我觉得每一次见面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也是非常紧张的 希望可以展现出自己比较好的一面 对于你来说 生命在你的生活中 扮演着怎样的一个角色呢 扮演着 抱枕的角色吧 就他会给你安全感 然后他也会在你可能有的时候 一些要磕磕碰碰的地方 他会帮你缓冲一下 然后但是他们也经常忘记了 这种安全感或者是缓冲 其实他们给的 所以他们也不要小瞧自己 这个是我一直想要告诉他们的事情 就他们非常非常厉害 他们能够让我去到一个 越来越大的舞台 来到每一奔开演唱会 对 所以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好自己 我们一定可以更好地见面的 28日 天猫精灵官威公布了周深代言的 天猫精灵X6天空音歌单 有圣楼 小美满 璀璨冒险人等 这个歌单真不错 都是周深的大热歌 收到天猫精灵X6的朋友 赶快试试吧 自5月23日 天猫精灵官宣周深成为 全球品牌代言人后 其定制款产品几乎瞬间被抢光 在28日 M1数据官威公布的代言效果数据报告 更直观地展现了周深巨大的市场效应 在官宣代言人后的两天 贡献热度指数达90.87 超过同类代言平均水平64.11 以及所有新增代言的平均水平57.6 这组数据说明了周深强大的 个人影响力与市场号召力 它的名字更成为驱动品牌热度的 强劲引擎 而品牌官宣后的声量增长中 高达94.55% 直接归因于周深 这意味着 几乎每一份关注 每次讨论都深深打上了周深的烙印 这一现象级的周深效应 是因为周深粉丝群体的高度忠诚与活跃度 更因为周深在更广泛的 社会层面的正面影响和巨大吸引力 从数据和市场回馈来看 周深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和广泛的受众基础 为天猫精灵品牌注入新鲜活力 提升品牌形象的同时 也深化了消费者的情感链接 天猫精灵这次的代言人 选择无疑是精准且成功 而周深通过此次合作 也进一步拖宽了自己的跨界版图 展现了多维度的个人价值 和无限的商业潜力 这无疑是双赢的典范 这充分说明了周深作为代言人的影响力 和商业价值是真正的物超所值 这仅仅是开始大家觉得呢 周深绝对是华语乐坛 歌手里独一无二的存在 现在约谈就是不够百家争鸣 年轻里唱得好的越来越少 门槛低了 裁缝多了 唱不准音的多了 就说晚会年年都是那些面孔 但至少我们还有一个周深 只有周深才可以定义歌手 周深勇敢做自己 拥有独特超前的审美 每每超出人们的想象 让人望尘莫及 感谢深深的努力 真诚和热爱 最后2024周深就第29赫兹 巡回演唱会神圣战马上开始 大家准备好了吗 29赫兹的这个巡演主题是怎么来的呢 是深深的想法吗 其实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名字 去想这个巡演叫什么名字 然后首先我是一个不爱过生日的人 但是因为遇到了生命之后 就感觉9月29号 或者是929 渐渐的对我来说 觉得变得很有意义的三个数字 然后后面觉得自己也很像 就一段这样的一个刺声波吧 刺声波是没有办法被人听到 然后但是我的声谜听到了我 或者是渐渐的我的歌谜听到了我 所以就是他们给我带来的生活当中 很多很多的一些惊喜 而且他们选择用我的声音去治愈他们 也就像刺声波一样 它没有办法被听到 但是在医学上 它其实也可以用来治疗一些疾病 所以我一下就觉得一切都很契合 本来这些对我来说 可能跟我的没有关系的数字 或者没有关系的东西 但因为遇到了声音 遇到了歌迷 所以一切东西都变得不一样 所以我们后面就决定 要不就9点来做合作 那你为明天的上海首唱 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吗 非常多啊 跳舞啊 为什么 到底谁给我立的 立的跳舞 我说完跳舞老师都笑了 跳舞啊 但我不算认真的大跳特跳 就小小的 动那么几下 然后会有 我新专辑的歌曲的首唱 尤其是518的朋友 是觉得是全球首听 然后还会有很多 哎呀怎么说呢 就我觉得这些心思 你再怎么去表达 去通过语言很不够 然后就觉得 有机会的话来现场 是最好的 大家去慢慢去感受一个吧 我觉得最重要的所有的设定 都是为了去跟大家一起 创造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这是最重要的 听说你是爱人 对呀 我很爱的 我是爱人 那你会提前准备 演唱会talking环节的稿子吗 我大概会捋一下 我要说什么 但是我一般都不太会去准备 talking的稿子 因为所有东西 你都会现场的氛围不一样 或者突然 就会看到一些临时 发生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 或者非常感动的事情 或者临时在台上 突然想出来的一些 就是触动的东西 我觉得那些也都是 现场的美丽 所以我会大概想一想 那一趟我可能会说什么 但大部分我应该 我都不太会 不太会